将于本月30日至下月4日在珠海恒情国际网球中心开打的WTA超级精英赛,将首次有两位中国本土球员参加单打比赛。 昨天赛事组委会宣布,目前WTA世界排名第36位的张帅获得外卡资格,他将与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强一起出现。 在今年的单打比赛中,WTA超级精英赛是为年终排名9至19位的选手设置的一项比赛。 每名由凭借积分入围的11名选手,加上一位外卡选手共12人参赛。 12名选手届时会被分为4组,每个小组的通名直接晋级4强,然后通过淘汰赛决出最后冠军。 超级精英赛单打冠军将获得700个冠军积分。 这仅次于1000分的中网和900分的无网,是中国目前举办的三大WTA赛事之一。 自2015年WTA超级精英赛创立以来,中国本土选手在双打赛场上表现不服。 梁晨王下班,薛英凡和他的土耳其搭档以及段银银行星运,分别在前三季赛事上夺得冠军。 单打方面,郑赛赛、张帅和彭帅也均曾凭借外卡参赛前三季,但现今年王强和张帅两人同时参赛单打还是首次,这得益于王强本赛季的出色表现。 在今年的中国赛季中,王强先是在南昌击败正赛赛,夺得职业生涯单打首冠。 随后他又在广州以无偿比赛不定一盘的表现,夺得个人第二个WTA单打冠军头衔。 在今年的五网和中网,王强均闪入四桥,而在香港站,他也打入决赛,凭借一系列出色表现。 王强的世界排名从本赛季最低时的第九十一位,飞速飙升至如今的第二十二位,也由此获得了超级精英赛组委会,颁发的单打外卡。 但由于有通过排名获取参赛圈的选手放弃参赛,王强凭借基本直接获得了超级精英赛的参赛资格。 这就腾出了外卡参赛机会,组委会最终决定将外卡搬给目前世界排名第36位的张帅。 这让两位本土选手一起参赛变成了现实,这是张帅第二次凭借爱卡参赛,2016年他曾一路杀入女单四强,那也是目前中国本土选手在珠海精英赛上的最佳战绩。 去年,张帅还曾当当鲁晶晶,获得了超级精英赛的车打亚军。 本赛季张帅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,他分别在印第安威尔斯和马德里两战皇冠赛挺进32强。 在中国赛季各式迎来集中爆发,武汉超五赛晋级16强,中网晋级四分之一职赛。 同时他还获得了檀江山125K和东京100K两战比赛的冠军以及甲加达亚运会的银牌。 在张帅获帮外看后,截至本报记者发稿,今年的超级精英赛共确认了九名大达选手。 他们分别是凯斯、格尔格斯、蒙古鲁扎、加西亚、巴蒂、梅尔滕斯、堪卡维特、王强和张帅。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组